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顶礼传承大理上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化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讲净土法里面今天就讲忏悔诽谤菩萨的罪业 忏悔诽谤菩萨的罪业是《极乐愿文》的颂读当中这样说的 诽谤诸菩萨之罪 诈杀三界有情众 法罗忏悔无一罪诽谤菩萨的罪业相当大事 比较起来如果一个人诽谤一个菩萨 那这个罪过远远超过杀害整个三千大千世界的所有众生 或者说三界的在这里主要是三界吧 色界 无色界 欲界 三界的众生如果一个人杀了你看有多少过失 所以远远超过他了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肯定造了一些诽谤菩萨的罪业 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自己也没有任何意义的 对他人也不但没有意义而且伤害佛教 所以这样的罪业在诸佛菩萨面前忏悔 所以我们在学的时候大家也应该一定要心里面想起 自己不说无始以来即生当中也是 从小到现在你在世界上在人间肯定会造过这样诽谤菩萨的罪业 有些人可能想我诽谤可能人的罪业都是有的 但是菩萨不一定啊因为我想不起来 哪一个菩萨在我面前做坏事我就故意诽谤 其实下面我们论典当中也讲了 真正的菩萨藏在什么样的地方我们设得没办法 我们用我们的肉眼来观察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哪些是真正的菩萨哪些是凡夫人 所以我们如果对别人对其他的众生进行有侮辱 毁谤 诋毁或者轻蔑那这样肯定是造了这种罪业 因此在这里作者再三地要求大家好好地忏悔 不忏悔的话对我们的解脱对我们的成就有一定的障碍 所以修往生法的人修净土法的人们一定要值得注意 因为现在尤其是在汉传佛教当中来讲 学净土的人是比较多的但是我经常遇到过一些 学净土的人特别爱毁谤其他的一些高僧大德也好 或者一些诸佛菩萨的经论也好 或者除了自己宗派以外的一些人的言行 就进行评价 进行议论这种现象特别严重 所以说一听到别人的一些话语以后 这个人可能修行有一点问题 也许他是菩萨状的 菩萨现前的 菩萨现前那可能在众生面前 也许他显得比较愚痴的或者不如法的 有可能的如果不是菩萨的话 的确按照经论里面所说的内容来进行衡量和要求的时候 确实也是犯了很多无意义的罪业 自己也是这样的 他人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吧 听到这些教言之后一定要有一种重新做人 或者应该有一种改过自性的发愿一定要有这样的 所以每一个道友听到这些教言之后不要留在文字上 也不要今天听完就可以了当耳边疯了 然后扶持动流 什么事情都是没有发生过那样来对待的话 那只是一个至上谈病而已 没有实在的真实意义和价值 所以一定要下面要对照自己的心相续 忏悔诽谤菩萨的罪过前面也讲述了 杀害一个众生罪过有严重的 前面我们也提及过这个道理 那这里一说以恶性诽谤诸位菩萨的罪过 比同一个世间当中杀害三千界一切有情的罪过还要严重 想一想我们不说整个三界当中所有的众生 哪怕是一个山沟里面所有的众生杀了 所有的一个城市里面一个国家的众生杀了 有多少个罪业我们就可以想一想的 那么这个罪业跟诽谤菩萨的罪业相比较起来 那根本比不上的 因为菩萨就是佛的因相当于一切众生之父母 菩萨就是佛的因 如果我们顶礼出发心的菩萨等于顶礼一切诸佛菩萨 所以在汉地有一个经典应该是在愿威时候翻译的 是汉牟牛执所翻译的现在藏经里面是有的 叫做《心里如影法门经》里面都讲了 说是若其有人帮菩萨者 彼人名为帮父帮法 如果有些人帮了菩萨 诽谤了出发心的菩萨 等于他已经帮了所有的三世诸佛 他同时也诽谤了所有的佛法 佛法也诽谤了 佛也诽谤了 这样这个人有没有解脱之希望绝对不可能有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菩萨也不一定是 像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等得地的菩萨 有关的讲解和经论里面都讲了 毁谤菩萨的对境就是出发菩萨 也就是说我们发了菩提心 相续当中真正是有五味菩提心的 另一种具有心界性的菩萨 这也是成为菩萨诽谤的对境了 过失相当严重的 因此我们平时真正是一个修行人 对谁都不去诽谤 不去评价 不去说过失 这就是修行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如果没有这样的话的确在无意义当中造了很多罪业 现在有些人为了养家护菩开始杀生 在有些情况下他确实不得不造恶业 比如说像家族都是一个屠夫 他把行业盖了可能无法生存所以不得不杀生 但是诽谤菩萨其实对他自己来讲 应该说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但有些人可能自己的业力现前也好 不管是前世的一些业缘各种因缘聚合的时候 也经常说一些别人的过失这是一定要值得注意 在佛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其实这个佛经我刚才讲的那样 《心里如一法门经》这个经汉文当中是有的 我们很多道友必须要看 其实这些经典我们短暂的人生当中没有看 全部放在藏经楼我觉得还是有点可惜 藏文的经典一般各个寺院很多人专门有研究 专门有翻语的应用的时候应用经典的人比较多 然后我们汉传佛教里面尤其是居士和大德当中 现在真正翻像以前的欧益大师那样 很多经常翻语这样的人比较少 有些修行人当中比较少 有的话有一些教授 博士生 他们是以研究的眼光来开始去探讨 去翻语部分经典 其实我想我们作为修行人 应该多看一下佛经当中的甚深意义 那么这个经里面也是这样讲的 若以嗔恨心反对菩萨则必将一切众生 关入老月当中的罪过还要打 如果用嗔恨心来反对一个菩萨 将一切众生关入老月的罪过还要打 如果诋毁菩萨则比杀难赞不住众生的罪业还要打 就是诋毁菩萨 诽谤菩萨 不管是有盈也好 无盈也好 诽谤菩萨的话 那么比难赞不住的众生的罪业还要打 若以嗔恨心而尼玛大乘圣戒心菩萨 或者说说不愚而知愚 则比毁坏净恒河杀受的佛塔之罪严重 如果我们刚才这里说已经大乘圣戒心菩萨 大乘圣戒心菩萨一般是资粮道 加行道以上都可以算这样我们如果对大乘圣戒心菩萨的 资粮道和加行道知已经入了大乘了 而且已经发了菩提心 他相续当中的菩提心没有损害的 像这样的菩萨进行诋毁 进行毁谤 进行嗔恨心说他的过失 那么整个难赞不住当中或者恒河杀数无数个佛塔 无数个佛塔毁坏的话我们想一想 在文革期间有些人毁坏一两个佛塔 一两者佛像的时候 后来就成为他人生当中最大的一种坏事 后来很多人都是没办法忏悔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个毁谤菩萨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值得注意 这个经典里面有说是 若诋毁菩萨比杀害一切众生并夺取他们所有财产的罪业还要大 因此说我们在无始以来即生当中 应该造过许许多多这样的罪业 像我肯定造过我没有出家之前也经常爱说别人的过失 出家以后虽然尽量想起这些罪业的时候 稍微有正知正念来守护但是人有一种特别可怕的放逸行为 一旦有了放逸的行为 然后跟一些恶友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说这个人的过失 说那个人的过失 所以只要说别人的过失那么这些人当中肯定有菩萨的 因此肯定会犯了这样的罪业 那这样的话有时候自己对自己真的没有希望 不要说是解脱闭了眼以后肯定置入地狱里面 因为即生当中所造的罪业太可怕了 别人说你的过失别人说的时候我自己都是想 哎 该说我这么坏的人世界上肯定是没有的 确实有时候自己从内心当中想自己的所作所为 身后一方面所造的罪业有一种惭愧之感 所以我们自己应该在阿弥陀佛和阿弥陀佛的眷属面前 从无始以来到现在说尤其是在语言上面 无意义诽谤菩萨的一切罪业全部发入忏悔 毫无意义当中所造的这些罪业弥天大罪的话 全部都是一意地去忏悔 一定要去一意地忏悔在这里这样讲的 说是如同言语当中所说 不知道则菩萨在何处我们有这样的言语 如果你像我针对菩萨都是没有说过过失 也没有诽谤过的话我们对菩萨 刚才前面说的菩萨不一定我们凡夫人很容易发现得到 就像世间当中言语里面所说的一样的 刀贼有时候可能自己身边也出现你根本没有怀疑他 但是在很多人当中你表面上看起来这个人很老实的 但是他一直在观察想你偷东西这样的 所以刀贼在哪里一般来讲是很不容易发现的 同样作为菩萨的话你认为这是一个坏人 这是一个乞丐这是一个特别坏的 行为不如法的 缝缝点点的人 但实际上他就是真正的大菩萨有可能性的 有菩萨的所以说在何处谁都无法决定 绝不能从外表的形象上估计人的好坏随口开始诽谤 我们根本不了解凡夫和圣者真正的情况 或者真正他们的本质我们凡夫人根本没办法了解 从表面上看到这个真正是大菩萨的话也不一定 有些凡夫人假装他扮演成菩萨的形象 在别人面前扎现唯一装得特别像的话 他演得很成功本来是凡夫特别化的人 然后有些真正的菩萨来到世间的 可是表面上在我们众生面前显得特别不如法 而且很多行为也是特别让人无法理解的 那样是真正的菩萨 菩萨所以汉而不露的瑜伽石就像会盖着火坑一样 表面上看那一年一个火星和一个火焰都是看不见的 如果你不小心踩在上面那里面全部是火坑的很危险的 所以表面上你根本看不出来 所以我们人当中真正的菩萨如果看得出来 这一群人是菩萨让他们坐在上面 我们以后都不让诽谤 然后下面的这些人全部是凡夫 我们随便可以攻击他随便可以说他的过失 我们专门有一个东西来鉴定或者观察来分析都是很好的 但是这个是查不出来的 用科学机器 医院的仪器什么东西来 菩萨和凡夫的血或者他身体的任何地方来观察 也是查不出来的不容易清楚 所以在《学集论》当中也是这样说的 彼若未断定 勤灭诸菩萨如何复制火 起于地狱坟 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论断定之前千万不要随意地去诽谤 如果取了诽谤 那这个人是很危险的 就像是一个火被毁盖着的 但是人们不消息地踩在上面最后堕入火坑 你的全身全部都是毁坏的同样的道理 你表面上看来这是地地道道的一个凡夫人 然后你就随口进行毁谤 进行说他的过失 结果对境相当严厉 真正的一些利益无量无边众生的大菩萨 最后自己堕入地狱当中 你当时的一句话或者当时的一个行为 让你无量的劫当中堕入地狱里面 感受地狱里面的男人的痛苦 焚烧会这样的 所以获得生死自在的菩萨们可以屠生为固定不固定的 种种形象来饶益一切有情的 我们如中能讲的生死自在是吧 获得了生死自在等十种自在的这些菩萨们 他们在众生面前有些是已经固定的形象 比如说像文殊菩萨 观音菩萨大家公认的 或者人们当中大家都人们共认的一些高僧大德 真正在众生面前也是显得一个菩萨的像 谁都看起来 哦 大多数人都觉得 这个应该是个菩萨的会有这样的古灯的形象 有些不固定的不固定是什么呢 在乞丐面前 乞丐显现也有 一般面前旁生的显现也有 甚至像《不可思议经》里面所讲的话 有很多盲人 哑巴 还有残疾人等等 表面上看来特别可怜 臭恶的一些众生来现前 所以大菩萨甚至在乞丐 屠佛还有旁生当中也是有的 那么出家人当中更不用说了一定会是有的 善人之中 必无我舍一定会是有圣者 甚至一些比如说乞丐 妓女 还有屠佛 还有猎人当中以前汉地的虚高僧传里面 虚高僧传里面不知道你们记得没有 有一个和尚叫做圣雅和尚 他以前小的时候 刚开始他经常还没有出家的时候 愿意他独自一人坐着的 人们认为他是很自卑的为什么这样 他说我很讨厌自己的身体 我很想把身体焚烧他当时这样 后来他跟一群大猎的人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基本上是对很多愚儿生起悲心 这样的状况后来他把猎人的一些工具全部都烧坏 烧坏以后已经出家 当然他出家也是对诸佛菩萨的信心还是挺大的 先把自己的物质 物质功夫 染指功夫 全部食指的功夫量受的 然后把左臂和右臂的两手手臂也染上功夫 后来整个身体全部焚烧 在历史上写的是他是南北草的人 然后他好像在众人当中四十多车的彩虎里面对着彩虎 当时他要分身供佛的那一天 人也是说十万多人集聚 有些人是劝 有些人是苦 有些人是好奇心来看 他把财堆已经堆好了以后 当时本来是有一个人给他点火 最后他也害怕大菩萨如果燃烧可能我有过失 后来禅师他自己下来开始点火然后自己到里面去 到里面去的时候有些人问他说 你是观音菩萨化身还是佛的化身啊 他当时说 我是凡夫 施入地狱 他说 我是一个凡夫人 发誓愿入地狱 什么就是 呆苦众生 呆离成佛儿 他说 我是一个凡夫人 只是发誓愿到地狱里面去 然后怠受众生的痛苦让这些众生获得成佛而已 除此之外 我没有什么目的 然后他就开始变成一片火焰 当时也是出现很多锐香 而且他活着的时候人们也问他 你到圆寂的时候有什么锐香啊 他说 我的肉身毁坏 心脏不坏 这就是锐香 后来确实是四十多车的菜全部都分散完了 然后他的身体包括骨头全部都已经变成毁了 但是心脏没有坏 其实这是一种成就香 啊 成就香原来我们上师如意宝 涂皮的时候最稀有的是什么呢 就是心脏没有坏啊 当时在喇嘛经堂上面火化的 当时好多钢筋 特别粗的那些钢筋全部都已经融化完了 全部融化完了但是心脏完好无损的 后来他们都是用无色的哈达包起来 我们都去见了 去看了确实很稀有的 所以有些高僧大德真的将整个其他所有的这些 包括旁边的一些一塔全部都已经烧完了 心脏不坏的这种历史也是很稀有的 我记得在九三年的时候吧 九三年的时候中南山有一个叫圆兆比丘尼巴 是一百里 三岁 当时也听说焚烧以后心脏没有坏 啊 心脏灭化而且也出现种种的锐香 其实中南山一点他们说 还有很多隐秘的修行人整个山里面 是山西那边吧我都原来想去一去 在那里待一段时间或者看看 我们这里学院的很多道友也现在在那里 实修不知道修得怎么样最后圆寂的时候会不会 心脏如果流下来的话可以我们供奉 是这样的真正有些刚才圣雅法师说的那样 他真正是带众生的痛苦的话 他自己说我是凡夫 我是凡夫但实际上是凡夫 是菩萨我们也不是很容易辨别 昨前天有些道友也在问的时候 说我们待众生的痛苦的时候 到底凡夫人能不能待受众生的痛苦 凡夫人能不能待受 按照刚才我们所讲的公案里面讲的话 他说我是凡夫但是怠苦众生怨令成佛 那这样他怠受众生的痛苦而怨成佛 自己焚烧自己的身体 好 有些人当时他在燃笔供佛的时候问你痛不痛 他说心不痛身体有哪里痛啊 为了一想到众生的时候就像《入行论》和《入中论》里面所讲的一样 那种智慧融入于无恶的状态的时候他没有痛说 这可能是凡夫有些就像阿底峡尊者的上师那样 就是心的力量特别强的一些人的话 即使凡夫人他也可以完全怠受众生的痛苦 记得以前智者大师在《还原文朝》里面说 一倍熏于智慧能罢他苦 然后此心熏于禅定能与他乐意思是什么说呢 如果悲心特别强悲心已经熏然于智慧的话 那么悲心和智慧融入一体的时候你可以罢除众生的痛苦 而我们修自他加幻的时候 我特别强烈的悲心和智慧融入一体的时候 不可思议的缘起里把别人的痛苦可以去除 然后我慈悲的心跟禅定融合一体的时候 可以能够给别人得上安乐这是一种缘起 所以我觉得菩萨当然是修自他加幻 减轻其他众生的痛苦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作为我们凡夫人如果真的有一种无恶的 或者无私的完全是投入于离他的一种心来 闭着眼 你就关心让众生的痛苦让我来带受 有一个道友问众生的痛苦我自己带受特别害怕 不敢这样想那这个是肯定有的 因为众生的心理当中有些是离他的力量特别强的 有些是离他的力量不强的 所以我们大乘和小乘之间的差别也是这样的 有些自私自力是特别强的 有些自私自力很小的 有这样的 所以离他心特别强的人即使凡夫的话 我想他的慈悲和智慧融入一体的时候 可以解除他人的痛苦 这样的话这种菩萨应该可以说随时都是可以有的 随处都是可以有的所以在恋人当中也是有一些 菩萨像在出家人当中更不用说了 所以以前《阿与王传》藏经里面有 《阿与王传》当中阿与王在持诚的时候 印度应该说是最定胜的一个火荒世纪 他特别崇拜出家人 凡是对出家人他就经常顶礼 有一次阿与王跟他属下的一些卷称一起熏 熏游的过程当中看见一位沙米 七岁的沙米 那么七岁的沙米当时阿与王心里面生起极大的恭敬心 很想向他顶礼 因为在这么多人当中他毕竟是一个顶顶有名的大国王 他马上下来向他顶礼好像觉得有点失去唯一意 然后他把沙米带到无有人的地方去向他顶礼 想他顶礼完了以后顶住小沙米说是 我是阿与王 是国王也许小沙米都不认识 我今天向你顶礼的事情希望你不要告诉任何人 这个时候路边有一个小瓶子小花瓶 小沙米也是可能了不起吧 他就事先神变马上转到瓶子里面去了 过一会儿就开始出来了 然后他向国王也是顶住说是国王阁下 我今天在小瓶子里面兢进出出希望你也不要告诉任何人 然后阿与王在这个时候觉得 真的是穿着神衣的人非常了不起 即使他年龄那么小但是他获得的成就 成就的境界是如此的高啊 从此之后他尤其是穿着神衣的人特别地恭敬 所以我们有时候确实即使一个小沙米也要值得恭敬顶礼 不能认为这些小沙米太调皮了 坏得很 然后以后可能会还俗的 不是说你啊 本来藏地学悦也是观世音菩萨的所化刹土 大多数的人都是信奉大乘佛教的 基本上99%以上都是信奉大乘佛教的 那么《宝切经》当中也是说过 凡是悔念观世音菩萨心主的人全部都是大乘中心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都悔念 应该按照经典都可以这样称为 出家人几乎都没有发菩提心的几乎都是 应该是没有的尤其是现在不管是藏地也好汉地也好 都是大乘佛教的国家 出家人不发菩提心的没有的 受劫的时候很多人都是边发菩提心边受这种别解脱戒 因此如不制止任何人而观清净心则无有罪过 而且圆满一切的根本我们要观清净心 如果没有清净心这个也是坏人那个也是坏人 在你眼前一切都是坏人以外可能是没有的 也许你所观修的本尊在你面前实现一个坏人 也会容易得罪以前好像在《杂疲语经》里面吧 《杂疲语经》里面有一个故事说 一个人对文殊菩萨有信心他很想见到文殊菩萨 天天祈祷 行持善法 有一次他做一个广大布施的法会 在这个法会上面他祈祷文殊菩萨降临 承设一个大的法座 他想祈祷文殊菩萨也好或者真正的高僧大德降临 他就这样想的他没有想到有一个老翁 他相貌也非常的丑陋而且眼里充满厌食 鼻里面经常流出鼻涕口里面也不断地流出口水 看起来特别的丑恶不堪的一个人 他非要坐在法座上 然后那个人叫迦洛悦吧 他迦洛悦特别的反感 像说我这个法座不是给你这个丑恶的牢笼安排的 应该是给文殊菩萨或者其他真正的庄严的高僧大德做的 他就前前后后已经 每次拉下来的时候他又上去坐 已经七次了 然后就已经拉下来了他心也比较平了 他发挥完了以后他在佛像面前进行的电像 电话 点水 供灯 供花 这样的 然后诚心地去祈祷 今天我所作发挥的善根 但愿我尽快的时间当中能见到了文殊菩萨 然后他这样发愿 发愿完了以后因为当天也是比较累 他就睡着了 睡着了以后在梦中有人告诉他 其实你刚才已经见到了文殊菩萨 刚才出恶的老人就是文殊菩萨 但是因为你就反反复复地把他拉下来了 所以你应该值得拆后面是怎么样 我忘了意思就是说 你当时没有抓住机遇向他祈祷祈求洗地 没有这样的所以我们从世间的观念来看 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所遇到的这些 风风点点或者行为不如法的这些人当中 很有可能确实是诸佛菩萨的化现 所以平时观清净心确实也很重要的 真正修行好的人会观清净心的 我们藏地因为《极乐愿文》和这些教言 很多高僧大德在心中当中经常讲 所以一般有些老年人他们在转经论也好 转佛塔的时候有人如果说别人的过失的时候 很多人都旁边劝不要说 不要说 菩萨在哪里谁都不知道最好不要说 噢 马尼巴美吼 噢 马尼巴美吼 他们会这样的他们确实很多地方会有这种习惯 就有这种习惯但是我看到有些城市里面 包括发了菩提心的已经修行了很多年的一些居士 经常做不到这一点一接触的时候 就开始不断地说别人的过杀 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除了自己以外世界上全部都是坏人 其实我们眼睛里面灰尘的时候 看见外面的世界都是模糊的 不可能看得一清二楚的 所以一旦人自己的心里面有一些染上了过失的话 的确也是很容易呈现一些不好的现象 因此观清净心是特别重要 如果自己有信心那么即使低劣的对境 也依靠它可以成就的 就像我们前行里面讲的一个老妇女依靠狗牙来成就 这个我们前行里面讲过我在这里不广说吧 他的儿子去了好几次印度 然后每次都是让他要求带一个加持品 因为印度是释迦牟尼佛出世的地方 可是儿子每一次都是忘了 最后一次给他说你如果这次没有带回来 我可以死在你面前后来他刚刚接近自己母亲的房子 原来很多老人给我们讲的时候是帐篷 因为当时这个故事我听的是帐篷里面 到帐篷的时候就开始想起来了母亲的语言 后来实在没办法那个儿子动感心感 结果旁边有一个老妇死了的骨头 然后他就把狗牙拿出来用臭端来包起来 说这是释迦牟尼佛的牙齿 老妇女天天起信心结果狗牙当中发光 而这个老妇女已经成就了 其实华智仁波切也说了并不是狗牙有加持 但是老妇女的信心跟佛的加持入于狗牙 最后以这种缘起真正已经成了佛一样 他成就了 所以我们如果有信心即使一个人 他的功德不是很圆满的 但是你把他看成佛一样 把他看成真正的菩萨那样来祈祷也好 他的一切行为如理如实地观清净心最终可以 也能得到成就的 所以我经常这样想像禅宗里面讲的一样 一切都是观清净的大吃大悟的境界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就像以前那个叫红树大师 红树大师好像在画柴火还是什么 这个时候他木头掉下来了 通过他的声音已经开悟了 我那天去学校的时候 我们学校里面有一个老头子他天天画柴火 画柴火的时候他就开始蹦 蹦就靠 他愁眉苦脸的特别的痛苦 我说 你不要那么痛苦嘛也许你一边画柴火一边会开悟的 你好好地听你自己画柴的声音 他好像没有懂得我的意思 不会吧 这个柴火很麻烦的有那么多结巴 当时红树禅师说过 他说 山河于大地 全路法王身 整个山河大地全部都是变成可能我们经常所讲的 法身的像吧 山河大地是没有一个不清净的 一城举大地兽 一化开世界七八 那个是那个禅师叫《愿无可清禅师》是吧 《愿无可清禅师》应该在碧眼楼里面有 像这样 比如说一个微城市数整个世界一化开的话 世界全部都现前 像这种境界我觉得很多人没有完全开悟 没有通达一切万法为自己心的一种幻现之前 有一定困难的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人 管别人都是诸佛菩萨的化现这个不需要很高的境界 这个应该可以的身口意得以清净了 经常都是我尽量把身体不要造恶业的 口里面不要说一些诽谤的语言 心里面有时候可能产生一些邪见了 恶念了 但是马上都是忏悔 观清净心 观清净心 不能想什么这些 这些是我们作为凡夫人也应该可以做得到的 有一个叫《中阴经》 《中阴经》也是在汉文里面有的 是释迦牟尼佛涅槃以后在中阴神面前显现了解如来 跟弥利菩萨对话的很多中阴众生得到救度的 好像有十二品吧 不知道 好像《赞文》里面我还没有看到那个《中阴经》 他《中阴经》里面说了 说是 生经不信恶 口言常清净 信尽如佛心 施诸佛之法 意思就是说 身体行持清净的事业 不要造恶业 语言说清净的言语 说清净的语言 心里面观清净心 这就是真正的佛法 佛法是什么呢 《别解脱经》里面也讲的 自经其义 施诸佛教 是真正的心得以调伏 得以清净的话 这就是佛法的 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很多初学者的居士也好 出家人也好 大家应该能做的不说别人的过失 这个没有什么做不到的 如果你不说别人的过失就像文革期间一样 马上给你开枪你可能要说别人的过失 因为生命是很宝贵的 我们舍得受不了的 但是现在社会上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有时候我们看了别人为什么这么爱说过失 口口声声地说这个人不对 那个人不对 这个人如何如何如果真的别人做得错了 那就没办法 不得不说 但是根本没有的事情添着假意 说很多过失 其实这是真是造恶业的一种行为不太很好 寂天菩萨也是这样讲的 他说 身佛寄同体 何不敬众生 成佛的话 众生和佛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我们为什么对众生不恭敬 众生都有如来藏 众生跟佛没有什么差别的 比如说如果这样一个家人执著为是真正的人 那么他真的会显现好像跑过来了一样的 有些图示座的家人你认为他是真正的话 尤其是在晚上晃晃的时候他会跑过来了 真的是要抓走 抱走 特别害怕一样的 因为人的执著还是去一定的作用 同样的若将任何一个人看着坏人 则见到佛也会看着有过失的 就像以前外道家世的图中把佛陀看着具有抽象的人一样 如果将把任何一个人看着是个好人 那么对屠佛他也有他的功德的一面 他也是有功德的 我们如果看到正在杀生的众生也好 正在做坏事的这些人 这可能是菩萨在度化众生啊 我们不要说他的故事不要说 如果自己真的有这种习惯 那么观清净心就是这样的 这完全与各自的心情不清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对一切众生都应该有献善之念 对谁都是诸佛菩萨他就是诸佛菩萨的发现 他很了不起 他是很不错的 不要说不要说别人的过失 我以前认识一个老修行人真的这样 一说起别人的过失的时候他就开始说 好好好 是是是老菩萨好好好 阿弥陀阿弥陀 是很了不起 很好很好很好 根本不听过失只说功德 一说功德的时候他睁开眼睛 还是 啊 是这样吗那很不错啊 一听到过失的时候再不跟你合作了 不跟你再继续塌下去可是我们不是这样了 一说功德的时候 嗯嗯嗯 就非常低 一说过失 啊 是 我也看到了 是对真的 我们修行很差我自己确实这样认为的 有时候用这些经论来衡量的时候 自己经常有很多很多坏的毛病和习气 一下子改的话改不出来 真的很惭愧 我想跟我们身边的很多人也是可能如此吧 他这里讲了从前萨迦法王根嘎亮波 根嘎亮波是萨迦五祖的第一祖 他是在家身份的 十六岁的时候都是见到文殊菩萨的 他传记里面讲得很了不起的 然后索隆迦摩 扎巴监森 还有萨迦根嘎监森就是格言的座子 然后帕斯巴 这叫做萨迦五祖 前面三者是在家身份的 后面两个 根嘎监森和帕斯巴是出家身份的 但是根嘎亮波有一次看见许多小僧人 他们脱掉僧业然后在小溪边就开始玩耍检索 然后根嘎亮波很了不起的 他是萨迦到过刚开始的祖师 很了不起的 他给这些僧人们说是 诸位僧人 你们穿上法衣 我这个老居士要向你们顶礼我看世间人会不会 我们看见如果一群僧人在那里 僧意全部脱掉才开始射箭 这些人你看出家人是在这样 这样 如何开始说诽谤的人 但是观清净心的人不会这样的 他就开始向他们要顶礼 要顶礼的话他自己是在家身份 所以让他们穿着法衣那我要向你们顶礼 这是真的是观清净心的一个标准 我看到这个故事以后自己内心观一观 我如果看见一些出家人不要说是个射箭 有些稍微有点不如法的事 现在有些居士不是这样的 那个出家人是什么 那个岛城里面卫生不好这个人的行为不好 一讲起来过世的时候他很会说 只看过世的眼睛 他的功能只有看过世的眼神功能 然后功德他就看不见 已经智障了 真的这样的 所以以前乾隆皇帝也是从他的历史上看来 你看 他在舞台上的时候又看见僧人跟女人 在水池里面共同沐浴然后他就看不惯 他认为跟佛法有损害马上射箭 结果箭插在他的身上他跟着学迹来了 最后到菩萨顶上去的时候 左边那个地方有个带箭文殊后来就找不到了 一看他那个箭在文殊菩萨的箭上 他当时也是犯错误没有看见这是文殊菩萨的发现 他去下江南的时候到观世音菩萨的道场 普陀山的时候他刚开始起的时候 有一群和尚在那做很多非法的事情 他很想把出兵全部都杀掉坏和尚全部杀掉 后来他母后一直制止第二次也想这样的 母后就已经制止了 不让去 他说你不看神面 要看佛面 你不要看这些僧人他们毕竟是佛教徒 第三次的时候他实在是忍不了 他带着他的部队去了去的时候行为更过分 所有的那些出家人男男女女都在殿堂门口 再开始杜伯 杜伯的时候他先要求让自己的眷属在外面看着 然后前龙他自己到里面去杜伯 杜伯的时候全部售了 售了以后 后来把皇上的帽子 黄袍全部都是售给这些和尚了 他的眷属实在是受不了了 准备开始围攻准备抓结果那些和尚和尼姑 跑来跑去里面然后他们一直开始团团围绕 准备抓结果全部到殿堂去了 殿堂去了以后所有皇帝的眷属一进去的时候 黄袍在观世音菩萨的身上 然后皇冠在罗汉的身上我记得不是很清楚 所以像这些在汉地前龙皇帝也是当时 从显现上看来他没有认到观音菩萨和文殊菩萨的化现 有些在家人的确看出家人的过失是不合理的 作为出家人也是在你面前经常可能有一些文殊菩萨 观音菩萨等等一些显现在家人其他众生的现象 我们对所有的众生观清净心只有功德 没有过失应该这样来对待 我们怎么能辨别小美和青铐的犹豫那样来判断 这是好人比如说粮食 尤其是农民 他就什么豌豆 青铐 小美这些全部都可以变得清楚 这是好粮食 这是不好的粮食 他一看一目了然 看得清清楚楚 但是我们对人不能辨别粮食一样来 这是好人 这是坏人 其实我们凡夫人最爱辨 这是很难以辨别出来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也是说了 除了我以外 像他和他一样的人以外 无有人能力量他人的心 如果你去测量 如果你去衡量那会犯大的过失 有施主毗菩萨论 其实是罗姆菩萨造的吧 后来是丘摩洛士翻译的 汉文里面有 好像藏文当中是没有的 他里面有很好的一些偈颂说是 若以外量内 而生清贱心 白生几善根 民众多恶道 如果有外面的一些行为衡量内在的境界 并且对他生清贱心 生清明心 进行毁谤 如果这样会败坏自己的身体和善根 最终民众的时候会堕入恶道当中 所以说得非常好 我们很多人全部都是用外面的行为来量他的内心 这个人肯定是个坏人 你看他做的什么什么坏事 用这个来判断他内在的一些境界 很难说 很多像印度的一些大成就者 八十四位大成就者里面的很多传记确实外在 比世间人当中还要更低劣为什么 《自卑光正者的功德藏》里面 就开始引用这些印度成就者的故事来说明 让我们观清净心 所以他在这里大多数的凡夫人 自相续当中有十分明显的过失 看不见而去观察他人相续当中一些过错 成了疯子一样就像至尊弥勒尊者也是说了 欲舍不应称 宽于华以法 这个前面也讲了我们对设法的事 眼睛所看见的这些都不能知道 更何况对法 对人进行衡量很难的 隐瞒自己的一切过失而自责他人的错误 就会受到天人等一些护法师他们的耻笑 我们自己确实有很多很多的过失 全部都隐藏 给别人不说 而经常自自点点把别人的一些小小的过失说出来 这是特别可笑的事情 有神通的 天涯的所有的生者 他们都会耻笑我们的 服藏自过失 观察他罪过 此而入度过 智者许摄持过 藏着自己的过失 观察别人的过失 那么这个就像毒药和火一样毁坏姿态的 所以智者应该远离的 若有出交恒见他过 服藏自罪 此而过失 犯损了毒入火 智者须远离 好像在汉文里面跟这个 这个稍微有点不同的说是藏着自己的过失 然后说别人的过失这种烦恼的毒就像火一样 后面的这个比喻好像稍微有点解释 所以智者应该远离这种过失 自己的过失纵然如高山一样也很难见的 他人的过失仅仅像戒指虚一样 但是也很容易见的所以我们很多人真的这样的 自己特别化的有很多很多过失 但是自己根本不发现还认为自己很了不起的 别人有一些小小的过失他开始点出来进行分析 《如意缘品》当中这样说的 自他过相比犹如羊康疲 一见他人过难度自过失 自他的过失相比较起来的话 别人的过失就像是羊康疲一样 大家都很容易哦 这里有什么什么过失 然后自己的过失自己也 每个人根本不去观察 摩擦他人过 以作以为作而当自观察 合理不合理我们最好不要观察他 不要说别人的过失 说别人的过失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最好首先不要去观察他 然后观察他 哦 这个到底犯了没有 是犯了还是没有犯 人是说了还是没有说就开始 经常专门去寻找别人的过失 这个是没有什么用的 如果你非要造到一个过失 没有过失的话你实在是睡不着 吃不到 不想吃饭的话你观自己 就像以前噶当派的这些大德一样 你去观自己我到底犯了没有什么错 我到底有没有这些过失 你自己去观察 那么自己去观察的时候才会发现 其实你说别人的过失 或者想陷害一些真正的菩萨 这样实际上害不到别人 而且是危害自己的 好像《四十二章经》里面还是那个里面 说是 恶人害羡者如阳天而陀 陀不无天 还无即生 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一些恶人想陷害别人 然后想给他寻找过失说一些过失的话 其实根本害不到这些圣者或者智者 害不到他呢 就像世间的一个比喻 一个人 你就这样仰我 然后往空中开始脱口水 这样你自己想我要把虚空讨厌 应该染上虚空结果虚空没有染上 口水已经掉在自己的脸上 八年全部被口水已经染污了 还有一个比喻 你像一些恶人想故意害一些贤者 也是在《四十二章经》里面用灰 灵着风开始杀别人 结果没有杀到别人头上 全部都是反而染污到自己的身上一样的 因此我们平时看见其他的一些人 做善事也好一些同行道友 故意说别人的过失确实没有任何意义 逐渐逐渐即生或者来生自己会感受无量无边的痛苦 所以我们平时在观察自己的行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实际上有些诽谤他人也好 因为这里面主要讲诽谤圣者 这个圣者大家一定要明白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就像世间人说的一样 从保险期间应该为了安全吸收高一点 应该你从各方面来给所有的众生都是最好不要说过失 不说过失也许可能你是专门摄受一些弟子 你是官家有时候实在是不对不说的情况可能会发生的 但除此之外不说过失 我想很多这些大德一辈子都是不说过失 结果还是成就他有吃的有穿的 对生活 工作什么都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所以我们个别人为什么不说过失活不下去呢 而且说过失非要特别多 经常口口声声地说别人过失 说别人过失的专家说的过失太多了还是很危险的 我们藏地有一个出名的说法叫做 吃得多了会拿肚子说得多了会造恶业 所以还是很危险的大家应该注意啊 刚才有个何人观察菩萨果当知此来疯狂者 刚才可能调了一句啊 何人观察菩萨果当知此来疯狂者 何人观察菩萨果当知此来疯狂者 我应该把它背下来 何人观察菩萨果当知此来疯狂者 刚才我读的时候忘了说 何人观察菩萨果当知 、中文字母 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